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星期六 拍片的時間大約黃昏六點多 剛剛跑完十場的沙田日賽 自然來到賽馬結果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後話題 這兩件事都是講練馬斯 過往講騎士比較多 今次講練馬斯 何良和蘇寶羅今天都有馬贏 何良大家也知道 他也是護級練馬斯 今天有一場是飛第五班的頭馬 是相當珍貴的 最後他接受訪問這件事說 而蘇寶羅近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傳他說離開 其實我都沒有聽過 是今天看那些即時新聞才知道 蘇寶羅當然也是趁著今天 月球爺馬有回應 也說回練馬斯的話題 開始之前也簡單提醒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鈴鐺 是更好的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多謝 首先講回這個也是一個廣告的 365tips.com的廣告 再次感謝365tips.com 贊助小弟的影片 這個網站除了足球資訊網外 更加會提供足球提示的服務 這個叫做Best Tips的AI人工智能預測 是利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有學習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 雙方的往績 對賽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 基本實力 各種情報等等的因素集合 的因素 再整合得出來 預測結果 他們7天內 就可以預測大約40-60場賽事 而準確程度可以去到八成 這個優惠依然是繼續的 訂閱Best Tips的籌豪7天 只需要20元美金而已 如果大家有到開波 或者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的話 也不妨上這個網站參考一下 好了 首先講了蘇寶羅 不知道為什麼 是今季後離開的傳聞 那些即時新聞說近期 我不知道近期是多近 我就沒有聽過 但無論如何 蘇寶羅自己 今天趁著他的月球 晚上的時候 就走出來澄清 說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有人說他今季會走 但是他就說沒有了 而至於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聞呢 因為最近有新的列馬斯來香港 其實是昨天說的 就是有一個新的紐西蘭列馬斯來香港 於是可能這個傳聞 就根本是有些人想 來一個紐西蘭的人 代替一個紐西蘭的人 於是才有這些傳聞 不敬而走 蘇寶羅自己澄清了 而且不止這個 在一天之內 有兩個列馬斯 其實都是發牌給高東來的 於是就覺得 是不是列馬斯都已經足夠了 會有些人走 所以才馬上公佈有些新的加入呢 形成 加上蘇寶羅也是紐西蘭 才有這個傳聞 蘇寶羅就說自己沒有的 他說自己在香港 列馬是很開心的 就不會離開香港 另外一個焦點 也就是要說 河梁 河梁今天也有爺馬 那是天天得樂 說到一件事也挺特別的 就說天天得樂 經常排外檔發揮有影響 這次排好爺馬 上次田泰安因為停賽 所以才換梁家俊 這次又交給田泰安上陣 我想特地去說這一句 有一點是說 意思是說田泰安是沒有叫馬的 又或者是他不是特地換走華將 就用外籍騎司才贏 純粹過往這隻馬是田泰安騎開的 這個可能做過一點解釋 另外呢 特別在呢 就有提到 在直路的時候 莫雷拉騎了一隻健康快驅 嘖 Sorry 就用鞭去鞭擊天天得樂的碼頭 那當時說自己非常擔心 因為碼頭呢 就鞭了想停 這隻馬被鞭了之後 幸好田泰安趨策 他都繼續衝刺 這隻馬都交出反應 最終呢 就贏馬非常開心 那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莫雷拉這隻馬鞭是故意 還是沒有心的呢 那這個當然又要賽後報告才出來 才可以定奪 但是莫雷拉這一個動作 似乎是犯規的 是吧 可以見為了贏馬 那些弱勢 連馬斯都不放過的 哈哈 你比何良贏回場也好 別人都要這個 怎麼說呢 要爭戶級的嘛 你這樣打人家的碼頭 好像就 正常來說 看看是不是有心 如果小組判斷 莫雷拉是有心的話 那也是 打人家的碼頭的行為 應該要罰的 罰停賽 或者最少嚴重警告之類 說回何良 何良和鄭俊偉 貴初就成為孖寶 就在說這個新的 列馬斯規例 就是那個畢業的條例出來 其實對他們兩位是最大影響的 因為 小弟都說過 他們兩位列馬斯 一來成績比較差 二來兵源比較少 馬也比較少 還有他們是充斥了很多五班馬的 突然間你說五班馬的頭馬不算數 就是贏了兩場之後就不算數 對他們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本來 而現在鄭俊偉的影響就出來了 已經吃了兩次炸糊了 當然啦 獎金、頭馬照片那些是照有影的 但是WIN數有兩場是不算畢業的 鄭俊偉也很頭恨的了 但是何良呢 是還有quota可以用的 而今天天天得樂 都並非五班馬來的 都是四班的 所以他的護級形勢暫時是不錯 而從他今天接受訪問方面 他贏馬的著弱程度來說 他對他的護級依然是很有期望的 他很想繼續列馬的 剛才說到也有新的列馬斯來 為什麼馬會又這麼心急 找新列馬斯 又公佈了告東來 在這個貴宗已經說定了 其實剛才說的何良和鄭俊偉 他們兩個 第一他們有很可能提早退休了 因為收信收到差不多 本來是65歲 但是之前是退休的 也有些列馬斯是真的會在這兩三年退休的 就說姚本輝和文家良 都是會退休的 所以現在列馬斯 你說騎士不足夠 列馬斯也會不足夠 也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馬會暗地裡是有吹風的 跟列馬斯說 如果你們沒什麼大礙的話 過了65歲 都可以照練的 只要你提出申請或者沒問題就OK 就不一定要用大摩條例 就是現在告東來在講那個 告東來的條例就說 他要連滿65歲之餘 就要在該馬季之前的三個馬季 在列馬斯排頭五名 就是頭馬數字排頭五名 或者獎金排頭五名 是要之前的三個馬季 也是 這個其實就不容易達到的 是要告東來 蔡若翰 那些才是OK的 那其他 你說剛才說到那幾位 就是將近到退休年齡的列馬斯 都不符合 剛才說的大摩條例的資格 但是馬會就是吹風 大家其實不要緊 可以繼續的 就可以繼續練 有些列馬斯的反應當然很好 例如今天看到何良 我沒有說他是反應好的一批 只不過他現在鬥志如雄 他不想這麼快退休 他寧可繼續練習 在這個階段 但是 出乎意料 有部分的列馬斯 其實就好像只有一個 以我聽說 有一個列馬斯 喂 不要搞我了 我想退休 我獨落坦碎 我賺夠了 真的賺夠了 瑞士山區費 給年輕人賺一下 所以現在 除了騎士不足夠之外 就是列馬斯也是相當不足夠 可以說很多列馬斯不休做 不要以為他快要退休 或者要欠成績 但是實在 很多 就算中游的列馬斯 都坐定粒 大家在量度馬的時候 都要留意 而為什麼也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說很多華籍 就是說 原來在馬會的 就是進升列馬斯裡面 華籍那條隊裡面 不是說外籍 華籍那條隊裡面 在這個階段 夠資格升做列馬斯的人 不足量人 可能只有一個 那只是誰呢 大家有自己猜 大家經常見光死說的大熱門 就未必是那些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所以勸大家不要亂見光死 令華籍的富連沒有機會進升 而在馬會的心目中 暫時值得升職的富連 不是那麼多 所以他們才寧可 讓一些原本的列馬斯 都繼續練 過了65歲 都繼續練 這個大家在投注 或者在想列馬斯部署 那個計劃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這件事情 不要想著 這個列馬斯 到最後兩年 搏到盡 未必的 因為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都還沒頂 大家要留意 最後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和Youtube會員頻道 也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 comment、 share 我也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也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睇 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